今年夏天,马兰山简直和这38度的高温天气一样火热,因为咱们芒果TV在这个暑期隆重推出了一项全新重磅活动。 青春芒果节约是长沙的宝宝们放暑假,不在家吹空调食瓜,反而出现在马兰山集体大宽而遇到这种大场面。 神来风小编我又怎么能缺席呢? 手动滑稽在青春芒果节上,芒果TV透露了2018下半年的重要IP项目,其中就包括电视剧火狼系列,火狼之破晓之战,火狼之千里同风,偷偷告诉你, 作为火狼隐藏粉丝的小编,在看的灯光秀上,出现的火狼之破晓之战,海报时差点兴奋地走不动道。 当灯光呈现出仲天,凤剑以及其他小伙伴,下面驻足为观的群众那叫一个机动,那驾驶,怕是要重破芒果塔了。 而惊喜远不止于此,在四号晚上的青春芒果夜上,仲天的饰演者陈宝林空降现场,作为首轮台奖家必用秀运发射器, 向幸运观众发射礼物,这波福利真是献杀旁人电视剧火狼作为芒果TV重要IP企划, 还在晚会尚未评为好灿烂巨单之一,并且现场播放了电视剧精彩片段, 仲天、凤剑以及林叶,同风的感情纠葛深深牵动观众内心, 重粉剧组这一次依然挤足了诚意和福利,小编看了一本满足, 现场陈宝林也大涂苦水,表示拍古装剧确实比想象中的还有困难, 不过不累仲天有火狼外挂在身,这一点点小困难是打不倒塌地根据小编的实地体验, 这次芒果TV打造的青春芒果节,可谓是一场极年轻,时尚,潮流, 科技于一体的青春盛会儿电视剧火狼,最近越来越高, 的曝光率是不是意味着好事将近,相信现在很多粉丝都跟小编一样打了鸡血,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电视剧火狼在湖南卫视,爱奇艺。